娱乐圈三大不可思议是同时发声网友,让白静庭发博只有鞋和魏大勋。 说到综艺节目,明星大侦探相信很多网友都看过,作为一档连续四季评分都在90以上的网综,明星大侦探凭借优良的制作和充满悬疑的故事脉络吸引了无数网友的追捧,正因如此,参与这档栏目的嘉宾们也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其中就有我们的山花CP白静庭和魏大勋。 话说这娱乐圈里关于小白和魏大勋一直有三个狗,第一就是小白的微博。 要知道我们的小白同学跟博从来很佛系,完全不顾白哥们的死活。 小白的内心估计是这样想的,微博乖,你已经长大了,要学会自己更新了哟。 第二个狗就要提到魏大勋同学的专属属性抠了。 小魏同学抠到什么地步呢?自己染头发,还把染发膏弄在了脖子上,送礼物给景百然。 LV的袋子里只装了一只普通的小熊,东西还是粉丝送的,你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不,你们还是太天真。 最后为大勋觉得把别人送给自己的礼物转送出去不好,于是他又去给药回来了。 第三个狗就要说说二人的感情问题了。 众所周知,小白的直男语录可以写成日本比新华字典都厚的书,在明星大侦探里,可能是剧组为了节目效果可以组了个破破CP顾名思义,就是小白和鬼鬼吗? 但我们的小白非常不领情,鬼姐姐老师和我搭话,浪费我的时间。 话说这要是让鬼鬼看到那还不把白眼翻到天上去。 网友们也是纷纷感叹,这情商真是助孤生啊。 大勋也好不到哪里去,节目组不给CP就算了,终于有一次,大勋找到了自己的命定CP,原本以为可以开开心心的录一期节目了。 然而这期,他们的故事变成了暗黑童话,没错,就是你们的大勋化身白雪公主的那期。 然而最近,白静婷的一条微博让娱乐圈同时发生了三件惊天的气鬼神的大事,白静婷发微博,为大勋请客,山花CP和异性有接触。 一瞬间,小白的微博被众网友轰炸,原来是为大勋请谈松韵和小白一起吃了个饭。 不得不说,三人年龄相仿,从照片就可以看出关系很好,这次抠神大勋请客,小白果断发博庆祝。 很多网友纷纷在小白微博下留言,果然能让白静婷更搏的,除了鞋只有为大勋。 小白下次发博不知道又要等到什么时候,真是可怜了我们的白哥们啊。 对于这次娱乐圈三大不可思议事件同时发生,不知道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下你的意见哦。 。